谁在钢琴边留下的五星红旗 看 我觉得这是故意在挑戏 谁在旁边观看《荣光归香港》 原来是他 CCP龙 正当大家觉得Dr.K大战小粉红的事件 已经渐渐暗淡下来的时候 没想到风云又起 昨天在Dr.K发的视频中 就有一位杨五毛过来高唱义勇军进行群 跟旁边的民众进行了辩论 Dr.K这次乐得没参与其中 在旁边看热闹 但是他也用他的音乐做出了反击 那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就一起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好好谈谈 我是主持人小薇 那我们现在开始 其实一个星期之前 Dr.K就发现 这个钢琴旁边 有时候会被人插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 他当时就说 这是有人来挑衅吗 昨天他发的这两段视频 首先有一位香港的人士 弹奏了一首 《让荣光归香港》 Dr.K在旁边 立正请注目里聆听 Dr.K就坐在这架钢琴上面 开始自己日常的演奏 这个时候旁边就站着一位 手舞小红旗的大胡子 当Dr.K演奏到结束的时候 他问了一句 我能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吗 Dr.K就回答 我不会弹这首国歌的伴奏 接着这位男士就唱了起来 还说这是他的一个爱好 《起来不要做我们的人》 他在那边吗 你其实知道 是那个中国歌吗 他其实知道 对 我不知道他应该 你应该知道 你能听到吗 你能听到吗 《起来不要做我们的人》 《起来不要做我们的人》 《到我们的血肉》 《做成我们心的长城》 中华民族 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 在拖着发出最后的好声 这时候旁边还有另外一位拍摄者 也就是现在拿着镜头的这位 叫做路易 他来自一个频道 叫解放中国 他也跟着这一位一起唱了起来 这位还觉得挺高兴 随后路易就把歌词改了 从起来改成了滚开 然后路易说 他见过这个人 原来在一年前 伦敦的唐人街 这一位在街上 对战过法轮功的成员 而且还把这一段 发到了中国的抖音上 和澳大利亚的TikTok上 他说 在这两个社交媒体上 受到了广大的关注 你们是美帝国主义资助的 右派邪教 政纪在哪 英国政府都没有说 他支持我们 去你的 你有言论自由 我也有言论自由 但我们没有匪伴你 你跟谁办 你当然匪伴了共产党 中华人民政府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你们是为了推翻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叫他停止活摘器官 你是邪教 第一次破坏别人的邪教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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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正的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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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ao 我还有很多ずつ视频 invested in Therapy 中华人民 sal Skip 我还有美国 USS gek 年的TikTok 我刚才记过你 你 Gut 对 是的 你確定嗎 100% 我對CCP在歷史上有大問題 然後呢 他給了一個巨大的轉折 好 但是 我喜歡說的謎 總的事情在歷史上說的也不正確 是因為法輪功 是因為伊克議員 这番言论也引起了旁边的一位观众的鼓掌 所以他就更来劲了 继续大谈特谈他看到的美国问题 那这个路易就问他 英国怎么样你觉得 这些言论一听 不是俄罗斯传的阴谋论 就是中国那边宣传的阴谋论 当然有好多欧洲的民众 或者说是美国本土的群众 也会相信这些说法 因为有极右派的声音存在 包括好多中文权的乃至大威都会相信这些说法 咱们在节目最后再评论 那路易一听你的这个言论就再问了一遍 你确定你不是支持CCP的吗 所以你支持的CCP? 对于是罪业和语谈 当然 我支持的误谈 你认为是罪业的语谈 对于是罪业的语谈 全人发业的语谈 但它没有同样的领域 这时候Dr.K呢 在旁边听到这里 大笑 然后呢 有位观众说 你们挡住钢琴了 能不能去那边聊 他们就走开了 然后这名男子呢 说这只是他的一个爱好 这时候Dr.K呢 开始来挑逗了 他给这名男子说 你把中国国歌再唱一遍 这名男子呢 又开始唱了起来 他们唱一遍 好 你唱一遍 就唱一遍 拍着我们的血肉 做成我们心的长城 中华民族 倒流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喉声 滚开滚开滚开 我们晚中一心 冒着敌人的泡沫 滚开滚开滚开 然后Dr.K坐在钢琴前 开始了他的反击 滚开滚开滚开滚 接着给制造的滚开滚开카滚开 添爆霜 让 مع音够交垂开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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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叶 还可以关心 Isaac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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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